从海口出发沿着东线环岛该怎么玩 第一站 文昌 到文昌不得不吃的是著名的文昌鸡 在三角街百年老店里 我们点了半只鸡和一份咸鱼茄子宝 再来一碗被鸡油泡过的米饭 这口感简直爽到飞起 吃过午饭开车到文昌以东35公里的铜骨岭 在这里买票进入景区 乘坐区间车道山顶的揽月台 可以完整地眺望远处的月亮湾 如果天气好 这里一定是拍大片的好地方 而你们应该知道我特别喜欢这种制高点 到哪儿都不会错过 离开铜骨岭紧接着可以继续开车到文昌东南方向 25公里的东郊椰林打卡 当然这个地方没有太大意思 排在铜骨岭之后是为了顺路 东郊椰林顾名思义就是椰子树比较多 但是本身供游客参观的园子并不大 如果人少的话还是可以拍两张照片 但是如果人多估计就没啥意思了 别忘了快走的时候喝个大椰子 这里的椰子还是比较划算的 就对吧 椰子就对吧 不甜吗 椰子就对吧 椰子不辣就不甜 椰子不辣就是不是你喝椰奶的不辣 不过这椰饱我倒是头一回吃 咋感觉跟啃泡沫似的呢 这东西是软棉棉的啊 啊 软的呀 像棉花糖的感觉 吃泡沫的感觉像吃泡沫